一派胡言 你分明出自武作世家 王爷 前面的考试都已结束了 你仔细看看 这上面是否填写有误 都是我自己填的 没错 你是乾州官岭县 平乐真人 出自官换世家 书香门第 家中侍戴忠良 是 一派胡言 你分明出自武作世家 家中祖父尚在 你父亲没有兄弟 但你有一位兄长 你兄长还有一条狗 你怎么连我哥有狗都知道啊 你身上的衣服偏大 还是半新的 用针线修改过 却没有裁剪 说明你是借来穿的 一百袖口 有新旧相迭的狗爪抓痕 以你的年龄推算 不该是你父亲的 那最有可能 便是你兄长的 这都能被看出来 衣服上有造脚苍竹的味道 既然有用造脚苍竹洗衣的习惯 说明这件衣服的原主人 也是名武作 专军王好厉害 武作向来是家传的行当 以你刚才验尸考试时的表现来看 你对武作行里一些 片门手艺颇为精通 这些片门手艺 与大唐律有所充分 必不是近年来所创 你能掌握这些手艺 说明你的祖上 至少在太宗朝之前 就是武作了 全都说对了 面如关玉 明察秋毫 掌管刑御 你 你就是玉面判官 玉面判官 就是六扇门的老大呀 六扇门的老大 来无影 去语无踪 神龙见首不见尾 九大神武俯首听命 天下案件尽在掌握的 六扇门老大 江湖人称 玉面判官 身边还跟着一位 无意精湛的神捕 追魂道 我不曾听说过这号人物 也没有什么江湖名号 你认错人了 可是 你简直跟玉面判官 一样厉害 闲话少说 既然我说的都对 那你便是承认 自己在这儿印考单上 撒了谎 虚报了出身 我都是如实写的呀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五座 都在衙门当差 这不就是 官宦世家吗 而且 我家人都识字 我家里还有好多书 书香门第 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还有 我家都是好人 从没有干过坏事 这 不算是 是带重粮吗 姑且算是 不算是